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民盟主席赞兰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 1945年8月28日下午 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走下险堤 一众接机者沸腾了 这时他却静止穿过人群走向一位寅然老者 握着手说 你是张彪老 你好啊 表老说 韵芝先生好 你奔走博士 欢迎你到重庆来 张岚自表方 毛泽东亲切地称呼他为表老 他是德高望重的川北圣人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这次重庆之行是毛泽东与张岚的第一次会面 我以为毛主席绝不是单纯的 是对一个老人的尊重 直接过去先跟他握手 他来重庆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团结民盟 此时国共两党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了严重分歧 民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 希望通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实现和平民主建国 他于8月14号 20号 23号 连续三封电报 邀毛主席 到重庆谈判 当时国民党他认为 毛主席不敢去 表老当时很惊愕呀 说很难得难得呀 特远 位于重庆嘉陵江南岸上青寺 其主人先应自特生 因此得名特远 当时张岚 梁树铭 冯玉祥等不少著名民主人士 常居于此 中国民主同盟也在此诞生 1945年8月30日 特远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毛泽东 他就专门看到了 特远八观楼门口 挂到的一个匾额 叫民主之家 他就非常的高兴 他就说 我终于回到家了 今天我们相聚在民主之家 未来我们共同生活在民主之国 为安全起见 毛泽东与张岚的谈话 就在张岚的这间 小小的卧室里进行 他们双方对当前的形势 交换了看法 毛主席又详细解释了 中共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六点宣言 后来表老说很公道 蒋介石如果良心为民 应该采纳 在大的问题上 他们是所见略同 在后来的谈话中 毛泽东向张岚恳切地表达了 自己对谈判成功 和平建国的期望 还讲述了 解放区政权建设 社会面貌 以及人民福利等情况 张岚听后兴奋不已 毛泽东通过他的一言一行 他表述了他对未来中国的民主的追求 而这也真是民盟当年追求的目标 在于期间 尽管美日事务繁忙 毛泽东仍然三次到访特园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 国共谈判日程已过半 张岚提醒毛泽东 蒋介石为人从不讲信义 已经谈拢得应该公开 免得日后国民党政府不认账 如果你们不方便 我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 把问题摊在全国人民面前 好受监督和推动 毛主席听了以后 欣然采纳 盛赞表老 老成谋国啊 仅仅43天 毛泽东与张岚二人 从机场出十 结成君子之役 中共与民盟也就此达成君子协定 毛泽东和张岚约定 中共与民盟今后 在重大政治问题上 要事先达成共事以后 采取同一行动 这样一个君子协定 1946年1月10日 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一派祥和 这一天 万众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 史称旧政协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中共与民盟实现了第一次默契合作 四五年12月16号 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 17号 他们来会晤表老 他们共同商定了 在会议中要默契配合 一方有新提案 先知会另一方 互通生气 一致步调 在中共与民盟的通力配合下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 似乎就要到来 然而 短短不足两月后 国民党就公然撕毁决议 之后提前举行 违反政协程序的国民大会 并以各种手段 未必利用民盟加入 企图孤立中共 表老在电话 参加不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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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说三遍呢 我们民盟 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 全部完成之后 才能参加国大 否则 就失去了民盟的立场 民盟拒绝参加美国大 表现了自己坚定的 跟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 这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签导制 在中国民主同盟这一夜 民盟主席张兰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49年9月21日政协会议开幕式上 身着布衣常山的张兰热情洋溢的发表了讲话 民盟我们立下宏愿 充满了信心 因为他期望的这个国家和平和真实民主啊 就将实现 9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张兰被选为副主席 改革开放新时期啊 民盟呢 发挥自身的戒比优势吧 那个积极参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 和多党合作事业 那么足足性贡献 包括教育改革 文化环容 科技创新 现代农业 生态文明 民生保障 还有区域发展 民盟八十年的历史啊 就是与中国共产党 携手合作 奋斗同学的历史 中国民盟的后来人 我们要更加坚定地 迎着这条道路啊 走下去 努力地做中国共产党的 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 出主意想办法 做实事做好事 共同 创造中国的未来